百革新闻 马大法学系副教授阿兹米沙龙 今天路炳高庭挑战 煽动法令是否危险 阿兹米沙龙早前被控煽动罪名 他今天在律师的陪同下路炳高庭 要求撤销对他的控状 以及检讨1948年煽动法令 第四支一条文是否危险 阿兹米沙龙代表律师哥冰心说 他们提供五项理由提出申请 第一 1948年煽动法令并没有透过国会制定 第二 联邦宪法第十条款赋予言论自由 第三 联邦宪法第十支二条款缠名 只有国会能对宪法第十条款 关于言论自由赋予限制的权利 第四 煽动法令是在国家独立之前 也就是1948年制定 他是透过法律修订委员会 修订成为法令 第五 煽动法令并没有在国会通过 所以他没有权利限制阿兹米沙龙的言论自由 因为发表触及2009年 霹雳州宪政危机的评论 阿兹米沙龙在9月2号被控上地庭 当时他否认有罪 以5000令吉保外 更多新闻尽情留守百科实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